各位同學 各位社區的朋友 還有各位麗領的來賓跟媒體 大家早 早 大專生回遊農村這個計畫 到今年辦了第五年了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 大專生農村回遊計畫 跟一般的社區服務 或者是跟一般的創業競賽有什麼不一樣 那今天就讓我來告訴各位 這五年來我們的同學 跟一般的比賽有什麼不一樣 五年前要接觸農村 除了農學院的同學有機會之外 一般的同學是沒有機會接觸農村的 我們的學校教育並沒有告訴我們 學設計的怎麼來幫助農村 學資工的怎麼樣來幫助農村 當我們在很愛台灣的時候 對台灣自己的這塊土地 卻沒有回到他去觀察他 但是今年不一樣了 五年的大專生回遊 讓全國六成以上的學校 參與了這個計畫 188個系所 來自不同的系所 參與在裡面 而你們都是在裡面的一份子 最特別的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專業 包含 除了我們認知的農學院之外 讓我們非常開心的是 商學院 設計學院 甚至於文學院 都參與在這場 改變農村 翻轉農村的計畫裡面 各位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 他們都是帶著愛跟熱血 這個計畫 回到農村去兩個月 吃 住 做完計畫 甚至於 你要在會場的佈展 總共也就只有12萬塊錢而已 如果這不是熱血 這是什麼 所以 他們都是帶著一顆 拯救台灣農村的心 回到農村去 只可惜 兩個月 甚至於更多 因為你要準備參加比賽 你必須在半年前 或者甚至於一年前 你就必須回到農村去 更重要的是 在這個之後 很多同學都決定留在農村裡面 繼續服務 這些日子裡面 你們就會同心認識 真實的台灣是什麼回事 真實的台灣 就像我們 昨天有非常多同學講的 農村是會遇到颱風的 你的計畫 都會因為颱風而改變 當台北市還在等著公園處來掃 我們的街道的路數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已經在幫助台灣的農村 這樣的動作 他已經開始在幫助台灣的農村了 當然 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這麼順利的 你的理想 你在學校的專業會都回到農村去 會被打槍100次 這個是東光的餐車計畫 他們覺得透過餐車可以把生鮮蔬果直銷到市集上面去 後來被打槍還暗自垂淚 在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創意 還有動手的實踐 很多同學親手 親自走到農村去 這樣的實踐 不是只是因為他剛好會做 而是他希望透過這樣改變台灣新的模式 包含這間屋子你可以看到 這只用了兩個月不到的時間 它不是環境的改善 他希望提供的是農村未來的新模式 怎麼樣讓年輕人背包客回到裡面去 當然 還有我們的一家一夜 原住民社區在傳統的涼亭文化當中 怎麼樣透過動手的實踐 把社區的文化告訴大家 把這樣的新模式告訴大家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同學開始 把他的專業 把他的想法 嘗試去挑戰農村既有的問題 回到農村去 你會遇到非常多 你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 水溝裡面會有豬 這個豬糞的味道 升公系的同學 想辦法就會用他的專業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成不成功不知道 但是各位請注意 各位媒體朋友 或者各位大人們 至少他們嘗試了 他們動手去嘗試了 還有這個麥桿 這個麥桿 是我們最稀鬆平常的東西 可是一個大一的學生 他就可以想辦法把這個麥桿燙平了 還發出焦糖的味道 這樣的麥桿 在過去種植賣50年的這些農民人 他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你們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資訊的 當我們一直講資訊應該要進入農業的時候 有誰可以不計時數 有誰可以不計成本 回到農村幫農村做這些事情 這是他們的挑戰 他們在實驗他們自己的理想 當然裡面有非常多創新的 農業廢棄物的利用 對外面的人來講 這個可能不是外面創業競賽 或創新競賽值得推薦的 可是你要想 這些是農村裡面真實的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他們都在幫忙解決台灣農業的問題 甘蔗渣把它重新做成盆栽 蔗渣的應用 這樣的東西對我們來講 可能只是傳統的農業廢棄物 甚至於是把這些鯉梗把它燃燒掉 而他現在是文創商品 而且這一組的同學 未來他要留在這邊 發展這個business 創新跟實驗 對大人來講非常的簡單 在嘴巴講非常的簡單 但是你要有機會去落實它非常的困難 我們的比賽不是只是一個比賽 你還要想辦法把它做出來 也有同學 來自文學院 來自社會學院的同學 告訴我們文化的重要性 台灣的農村是傳統文化的基因庫 如果它不斷地被都市化之後 我們再也找不到這樣的聲音 於是有同學想辦法把它記錄下來 或許你們會說 這是文化部的事情 可是畢竟我們都是政府 只要有學生願意回去保留這些 又有何不可 還有這樣的面線 手工面線的保存 十二道的程序 從清晨三點 他必須開始紀錄它到早上 曬完整個面線 試問 有哪一個躲在line後面 或者躲在臉書後面的年輕人 願意去做 我們的年輕人就做到了 這樣的效應這樣的生活模式 就成如我們的主委提到的 怎麼樣把生活的型態行銷到全世界 農村就是一種生活型態 今天我們不管只有六百個學生住村 但是各位大人 各位學校的師長 各位媒體 你要想 當他去影響其他的五個人 去影響其他十個人的時候 這是全台灣的擴散效應 農村的生活美好 或者農村的生活困苦 他應該要被 愛台灣的這群人知道 這樣的生活方式 在今年有非常多的同學 願意主動去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在昨天的簡報裡面 你們沒有看到這一段 這些是沒有辦法被列入KPI的 阿美阿姨 今年65歲 你有看過一個65歲的阿姨 跟同學跳街舞嗎 而這樣的生命力 我們在KPI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確實是發生在我們的台灣 過去的幾年 我們有一千個點字 超過一千個點字 這些點字在今天的會場 在過去的會場裡面 不斷的被交換 不斷的被碰撞 昨天有同學告訴我 他看了別人的點子之後 他覺得他可以應用在他自己的點子上面 他覺得別人的點子好棒 我的社區也可以用得到 在座的社區也可以用得到 我們有超過600位的種子 而這些種子是一個乘數 它不是加數而已 他們都會擴散到更多人 讓他了解農委會 讓他了解農業 讓他了解台灣的農村 最重要的是 在過去畢業的學生裡面 開始就業的學生裡面 有10%左右 都回到農村去 而這10% 它就會改變我們台灣 各位看到這樣的故事 但是 主委 局長 甚至於媒體朋友 你怎麼能夠不心動呢 就和我們一起動手開始做 相信 等待在前方的 或許農業或農村 在這個時間你看不清楚 可是等待在前方的 結果可能會比你想像的更棒 所以支持農村會友 這些年輕人會改變我們的台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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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